好,现在不是学吉他而已 学什么东西基本上都是免费可以学到的 那如果这时候还要出付费的吉他课 那真的得好好的规划 那我一页一页的讲一下我这个PPT 吉他聚会气氛达人 七堂课二十二个作业 都是我的干货 都是我的经验 你们不要看我平常拍视频都死气沉沉 那是因为一个人半夜拍 我三十年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开始学吉他 我很快就上台了 我到现在五十多岁 一直都是拿着吉他在活跃气氛的那个人 那我自己有很多的经验 我也辅导过很多的学生 最后的十几年 就最近不是最后 最近的十几年 我都是以这个来赚钱 你也可以把它应用在聚会啊 小演出啊 公司年会啊 那其实大家遇到的痛点都一样 就是很尴尬 很尴尬 那有时候是技术不好造成的 有时候不一定是技术不好 是你想错了 你以为重要 跟实际上观众看到的 这是不一样的 像我就不止遇到一个学生跟我说 老师我觉得用变调夹很丢脸 我希望演出的时候不要用变调夹 或人家会笑我是初学者 这思路很不对的 很多大演出 大明星 他们也是用变调夹的 而且 比你感觉用变调夹 演出还丢脸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两千件 你不要想错了 你的嗓子状态不一样 今天台下忽然来了一个临时女嘉宾 找到一个调 把它伴奏起来 流畅不卡顿 这件事情都比 有没有用变调夹来的重要多了 你能很快的找到第一句吗 这里有三个作业 比较简单的来说 怎么样是一个成功的吉他聚会 气氛呢 就是台下的观众会想投入 想要偷偷的唱 想要真的开口唱 我这里讲的是观众 不是听众 你的表现是整体的 不是只有声音 如果你唱得很好 弹得很好 但是你的表情 肢体动作很僵硬 其实它也是一个失败的 怎么找到第一句的进唱点 我们来六个作业 现场聚会气氛的关键点 其实不是左手 是右手 左手你只要不要错得太离谱 你谈一些很细微的变化 其实台下是听不到的 但右手就不一样了 活跃的气氛 忧伤的气氛 拖拖拉拉的气氛 很有戏剧系的气氛 超级热闹土海 懂词大词的气氛 都是在右手上达到的 像打鼓一样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过门 在现场 如果你所有的节奏 一直重复 是很恐怖的 你一定要有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穿插在其中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经验分享 就是有状况的时候 怎么处理 我以前统称叫做圆回来 但是我觉得 这个课需要把它展开来讲 弹错了怎么办 临时需要互动了 过程中要叫一下人 要指挥一下 要叫大家举手 说来一起唱 还能够把拍子接回来 其实就是心里面有心拍 这里我会给你们几个练习 要提醒就是 你知道怎么样让一个演出 结束的时候 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呢 不是在开始的时候 而是在结尾 一个结尾 就是引导着大家准备拍手的时候 那个结尾要够好 够有气氛 但也不能硬套 这里有四个教学 跟四个作业 再来你要去想 每场聚会的调性 它是不一样的 它要达到的诉求和目的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不是标准答案 它是两个方向 我也会在这里跟你分享 我在各种调性聚会里面 的思考 以及曾经的尴尬 然后你要一直跟我互动 一直跟我交流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每一场聚会的情况也不一样